整条大街烟雾弥漫 就在前方还看得到火光 大火在烧 甚至现场还传出爆炸声 所有人都在看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有人跳出来了 有灭火器吗 有没有有人有灭火器的全部拿出来 消防队还没抵达 只能大家互相帮忙 附近店家把灭火器全部拿出来灭火 现场一度陷入紧张 经过好大一番功夫才将火势控制 直到消防队员抵达 他们接手布水线洒水 成功将火势扑灭 火警过后现场一片狼藉 店家摊位全毁烧得焦黑 这下要营业可能要等待一段时间 事发在11号晚上5点多 新闻市土城沿急街上 这边白天是早市 晚上是夜市 平日人潮都不少 还原过程 起火户是当归牙摊贩 因为客人牵车时撞到隔壁的机车 结果压倒瓦斯桶 导致瓦斯桶的塑胶管线脱落 又靠近瓦斯炉 酿成火警一共烧毁五平方公尺 甚至还延烧到隔壁的五金行 最后当归压店的两名员工受伤送医 火警当下有附近店家帮忙才能迅速控制火事 事隔一天隔壁的五金行店家外头 员工们还在清理地面 而火雕科人员也重回现场勘查 目前警方也要等待调查结果 看店家有没有要提告才会介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